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报价密码与版权护航线上课程 我是Peter Hi 我是Ben 我们两位是来自于法律跟音乐的专业人士 我们将带领各位探索音乐跟著作权的世界 这是一堂专门给音乐人的著作权课程 全面的音乐著作知识及应用策略 搭配商业谈判以及报价技巧 让你成为全方面的音乐人 在音乐创作的路上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过版权相关的问题 又或者是面对合约密密麻麻文字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了解发现 以及避免上面的陷阱跟风险 我们这堂课就是要让大家去理解 你会遇到的问题 再来 你有没有曾经跟别人共同创作 共同创作之后 后续的全理由该怎么样去约定 这堂课也会带大家了解 当你在用Type Beat Sample Pack 来创作自己的歌曲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难免有点怕怕的 还有当大家在做Cover的时候 会不会遇到什么样子的著作权问题 再来就是现在AI当道 身为创作者应该要如何 顺应这个技术的潮流 最后大家最在乎的就是 当我们在报价时 要如何提高报价的竞争力 面对客户杀价的时候 要如何调整我们的报价策略 以上这些问题我想您或者是您的朋友 都有机会遇到 我们希望透过这堂课可以带领大家 走出相关的风险 那了解自己的权利 以及创造更高的价值 我自己身为Sony版权的词曲签约作者 以及孩子气娱乐的AMR 我做过Nike以及Puma的广告配乐 也身为大嘻哈时代的音乐制作人 所以我跟你一样也是一名音乐创作者 在过去十几年的经验当中 我担任过歌手艺人以及乐手的法律顾问 所以在这条音乐的路上 你碰过的问题我都碰过 也可以帮你解决 如果你曾经在网络上面搜寻 创作跟诸多权相关的文章 那我想你可能看过我们事务所写的 一系列的诸多权法律的知识文章 我是威律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 周一彬律师 我同时也是全国律师联合会 文创运动机娱乐法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过去服务过相当多的文创产业 包含音乐创作者 那我希望这堂课由我跟Peter 可以带领大家进入到 法律跟音乐结合的天地 第一章音乐之后权的基础 我们在这个章节将让大家了解一下 音乐之后权的内涵为何 以及后续如何运用 我们会从失误的案例出发 来让大家了解在合约里面 怎么把这些权利放进去 第二章 歌曲使用权益一定要知道 这一章我们将从制作过程到版权的归属 全面了解音乐创作 它的使用权益 如何避免侵权 甚至在新形态的音乐创作 兴起时 我们可以怎么样 运用AI 或者是其他的技术 成为我们的创作工具 第三章 人慢慢红了 如何避免抄袭指控 当创作者慢慢被看见 开始有了流量与明细之后 关于保护自我创作的权益 避免法律风险就变得相当的重要 我将告诉你如何从抄袭 及合理使用的认定 实作中练习 学习应对之道 第四章 著作权维权跟法律应对 这一章特别重要 我们将带大家怎么样看懂合约 尤其是各位将来 如果可能跟影视 音乐剧等IP做结合的时候 你该注意什么 我们都将告诉你 第五章 独家商业制作案的著作授权 接下来我将告诉你 关于商业制作案的报价 以及授权技巧 如何达成双赢的报价策略 提高竞争力 避免报价中常见的错误 第六章 买断迷思与独家授权的技巧 在这个章节 我们要带大家理解 过去常听到的买断 如果今天费用谈不拢的时候 你要怎么跟业主谈 避免买断这件事情 以及如果是用授权的方式的话 那我们该怎么样去约定授权的条款 我们在这个章节 都将为各位解说 第七章 版税收入透视 音乐人的收入会有哪些? 我这张将告诉你 歌曲版税收入的管道 以及应对方式 那独立的音乐创作者 可以运用什么样子的途径 去收取版税 第八章 商业制作案的法律陷阱 在这个章节 我将与Peter 我们共同从过往的经验 从法律跟音乐的角度 来带大家理解一下 常见的合约会遇到的风险 跟陷阱为何 我们从真实案例出发 让大家知道 我们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该如何去面对 以及呢 怎么样去回避 这是一门专属给音乐人 创作人 且贴合现金 网络自媒体经营下 所遇到的各种 著作权问题的课程 加上我也知道 一个位音乐宅宅 擅长做音乐 但不擅长报价 以及维权的通病 所以在这门课程当中 我还会添加了各种报价上的技巧 以及提高价格竞争力的内容 那我们课程上线 我等你 等一下 老师 那我要怎么买一门课程 你要先加到购物车里面 购物车是吧 不是不是不是 你要先注册账号才对啊 对啊 那账号叫什么 叫0050好了 0050 这个也不好 这个也不好 叫做W-E-L-E-A-D W-E-L-E-A-D 为什么 因为W-E-L-E-A-D 就是我们事务所威律啊 欸不要E-L-E-A-K 不行啊 你这样合约上面有说 不可以商业置入啦 对啊 好 那我们 线上课程见